想回天荒 回不去了 夫子乘风而上 与天一战 之后浩天却是降落在了人间 而此刻沉睡三个月的她 睫毛轻眨睁眼醒来 起身望向四周 眼眸里没有任何的杂质 也没有任何情绪 只有最纯净的黑与白 她的眉心微微促起 多了很多的灵动 仿佛她终于有了活着的气息 她赤裸着一双狱卒缓缓地走下雪山 她高傲神性漠然的脸色 似乎并不习惯这个误会的人间 她走的速度很慢 一天却是走了三千里 夫子登天以后 西陵以举世之力伐唐 醒来后的宁缺 艰难地走了整整三个月 终于走出荒原看到了卫城 而此时的卫城早已经被西陵的联军 金帐王庭骑兵围城数日 并且还派出了多名草原大祭师 用草原巫术将唐军困在城中 只待城中粮草用尽 便是发动总攻之时 城中的粮草已经濒临枯竭 我们要尽快突围出去 城墙之上的皇后微微皱眉 突然竟是轻身一掠 向着城外跳了下去 看着这幕突然发生的画面 老马瞪大了眼睛 他顿时明白想要破除如今的局势 只有杀死金帐祭司才能扭转 而他们的皇后要去一室 只见皇后向着远处金帐骑兵走去 神情鸣静自若 金帐骑兵同样也是看到了 那幕不可思议的画面 还在震惊枉然之中 直到看见皇后即将临近 这时才反应过来 拼命地拉动弓弦射出锋利的羽箭 场间顿时渐如雨下 羽箭带着沉重的力量向着皇后射来 皇后立即吸纳 周围的天地元气凝于体表 如暴雨般的羽箭被她挡在面前 有的刺破了她的裙摆 割断了她的发丝 但没有一只能够对她造成一丝的伤害 在所有的唐人心目中 皇后娘娘是个温婉而雅的弱女子 然而此时出现在金帐阵前的皇后 却是向着敌音发起无畏冲锋的大将军 一个深藏不露的大修行者 两军中的高级将领 自身都是武道修行者 眼光和其犀利 都已经看出皇后用的是魔宗功法 她竟然是魔宗之人 而此刻城墙上的唐军 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个京士的秘密 他们只知道皇后娘娘 正在向着金帐王庭冲锋 替他们杀出血路突围 不断地挥舞手中兵器喊着 皇后万岁 唐国必胜 替皇后助威 便在珊瑚海啸般的万岁声中 皇后的速度极快 快得就像一个妖妹 当她冲进金帐阵营中 皇后的唇角微微扬起 带着一丝微笑 无论是那些锋利的弯刀 还是那些尖锐的长矛 都是无法接触到她的裙摆 就连延缓她的速度都做不到 她的身体就像一柄锋利的长剑 轻而易举地刺传 数百名金帐士兵组成的防线 皇后娘娘看似孱弱的身体 几百名身踢金属盔甲的草原精兵 便像被铁锤砸中的石块一般四箭击飞 这时队伍中的大祭司终于出手 一道浑厚的精神念力袭向皇后 皇后被这道重重的念力击中 脸色苍白一时之间无法再战 大祭司提刀走向皇后 不料就在弯刀即将落下之时 突然闪现一道刀光 如闪电般刺穿了大祭司胸膛 正是宁缺归来 我认识他 这小子还活着